那我覺得人設這件事也變成說 你喜歡的就是人設 它不是變成一個供應端的事情 它變成一個需求端 你需要什麼樣的人設 我給你提供一個什麼樣的人設 它其實變成這麼一種生態 可是你首先 需求端的改革也要更好 沒有它首先可是裡面操作很複雜了 上講到裕本 裕本 我們說什麼人設 我老講不到這個字 設 人設 這形象包裝 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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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假如用商業用語來說 行銷上面是定位嘛 定位 因為假如說像那個什麼AK47 那種 48 47 47加1 AKB47加1 然後呢 同類型也很多啊 它還要說滿足消費者以外呢 跟你同類型的人 進玉系的男人不僅馬爺啊 我也是啊 我要怎麼樣跟馬爺那個人 馬爺是綜藝系的嘛 那也不是 就是他給我向公眾傳達 這麼鑑定的一個錯誤系 那他瘋的他的檔人才 馬爺您理解人設了吧 你覺得你行走江湖 你在這個社會裡 你有人設 我沒有 你人設博物館 館長 那沒有沒有 人設是這樣 貓控 貓控 這個不是近些年才有的一個詞彙嗎 據說呢 是從日本的那個漫畫和動漫 最早指的是你要塑造一個人物 人物的形象設計 對 那就是說一個人物的形象設計 包括性格的設計 對 那最初都是這樣 你比如我們當年去做 那個編輯部的故事 那每一個出場的主角 這編輯部裡所有人 他都有性格設計 他除了外形設計 還有性格設計 對 外形設計呢 一開始就是你的年齡 因為主編他一定是歲數大 因為公共對那個時代 對社會的所有的認知是相同的 你不可能找一個年輕人當主編 今天是可能的 今天霸道總裁 對對對 小帥哥當總裁 那個時候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他這種設定呢 是包括了一個外觀的 然後就是性格 你這個人是個什麼性格 這個性格是不是跟那個人的性格 是容易衝突 或者不容易衝突 你都設計好了 你才可能去寫這個本子嘛 這就是人設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人系不分了 就是系裡的跑到系外了 你知道像霸王別姬的那個張國榮 那個時候叫人不瘋魔不成活呀 他指的就是還是一種本性 一種性格上的東西 但是現在呢 叫工業叫商業 慢慢的就變成 我真覺得這玩意有利於藝術發展 你比如說 一個人假如說他演一個禁譽系的 一個帥哥 或者是高冷份的 於是呢 你知道嗎 他在戲裡塑造這個角色成功之後 一方面呢 就批量生產 大量的戲都找他演同一類角色 慢慢的呢 他自己也順拐 他在生活裡也永遠高領毛衣 永遠這樣出現 是吧 跟粉絲可能不苟言笑 永遠是這個形象 但是呢 於是呢 這個找他做廣告的 這一類型的 吻合這種吊吊的商品 他一下他的經濟公司啊 就把他設定為這麼一個路線 這裡邊就牽連到了一大批錢呢 一大個產業 也就是說您從戲裡到戲外演藝人呢 這事兒它不是個性格問題了 是風格 風格 不是 它是個利益問題了 它是個產業問題了 你很多人靠你這演來吃飯呢 對啊 他就是把這個所謂的人設 把這個人的風格呢 變成了一個 可以置換金錢的一個籌碼 這玩意兒你就得演下去啊 對 你就不敢動了嘛 因為你動了以後呢 你後面的牽扯的利益太大 但我覺得這個對人性的磨損還挺大的 就是說其實像原來我們 太大了 對原來我們有這個一個工作人物 他有A面和B面 這是一個這個潛規則 比如說他A面是他展現出來的公眾形象 那八卦這個娛樂媒體狗仔隊拍的是他的這個B面 是他私生活的一面 這好像大家都默許了 冰山上和冰山下 但現在這種經濟公司和這種利益 他就把這個冰山下的一面 他也翻到冰山上 就捆綁成了一個 就用一種這個職業化的 把它非職業的也包裝在一起 所以你看這個像陸晗談戀愛 大家不是罵他 是說你沒有人 你沒有個人道德 是罵你沒有職業道德 你沒有職業道德 你說這事兒怎麼說 對人性 但人不是一個角色 人不是一個平面 你不能你這個所有的 所有的這個形象 都被你的公共形象所統治 我差一點 就是說陸晗沒有職業道德 是怎麼就沒有職業 他跟那個女孩叫什麼來的 什麼小童 關小童 他跟關小童談戀愛 跟他職業道德有什麼 這個其實就跟 就跟為什麼AKB48他不能談戀愛 就是因為你是給這個宅男以幻想的 然後你是這個很純親的 對因為你是個偶像 你應該不只是給我們什麼看你的作品 你整個的這個人是為了 因為我們情感音樂 對所以你沒有職業道德 還是從市場的角度就清楚了 那是一種消費的期待 我把這個人作為一個商品推出來 你消費他 不僅消費他的戲 不僅消費他的歌 消費他代表的價值觀 他可能是暖男 可能是境遇 可能是好父親 好太太什麼 然後他給你一個期待 那消費者可能也知道他是假 消費者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單純 可能也知道這樣包裝什麼 可是他們也不care 他們不介意 他們好啊 有這個東西我來消費他 然後突然方這位所說的沒有職業道德說 你讓我這個消費落空了 很多啦 在玉強生活裡面也是 比方說玉強生活我們都有人設 你在小孩面前是個盡責任的父親 我聽過一些朋友 他自己可能有其他的犧牲活的安排 然後夫妻之間矛盾 然後夫妻太太到最後一句話 我不管你 可是你在我小孩面前 你要是一個盡責任的父親 這個就是人設 這是生活裡的人設 所以說這種現象呢 他本來是很普通的 但是呢 現在我覺得呢 又變得特別的複雜了 因為呢 他就是跟這個工商業啊 跟這個這個掺和在一起 您知道我最後慢慢明白這件事是一個什麼呢 他是一個若有意啊 若無意啊 社會各方啊 揣著明白裝糊塗的一場共謀 他是一個共謀 你比方說 哎 你說這個粉絲 難道真的就不知道 說他也是個男的 他也得談戀愛 他明白 但是你知道 這有 有時候兩方面都有關係 比方說 哎呦 你塑造了這麼一個清純的一個畫面男 一個少男的一個形象 哦 我多希望你生活裡也是那樣 我夢中情人那樣 不跟別的女孩談戀愛的樣子 於是呢 作為這個明星的經紀人 或者他這個娛樂工業的這個本身呢 他會覺得 哎 那咱們盡量要遮掩他的其他方面的 這種情愛方面的新聞 就多讓他以這種清純形象出現 不是大家都好嗎 然後慢慢發現呢 當你這麼做的時候呢 錢就來了 廣告就來了 各種各樣的都來了 哎 哎 於是你看就有意識的向這個方向啊 去打造 所以到最後為什麼說一崩塌很可怕 而且呢 一崩塌之後你會發現什麼呢 誰都覺得冤 對 所以我為什麼說這是一個共謀的結果 就是說 你作為那些明星呢 他這麼想 我也是個人呢 我也是個人呢 但是呢 這粉絲也有理啊 你是個人 你好多場合 你幹嘛顯得你好像是挺幹嘛似的 那我覺得是 我們首先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 就是您沒有被為偶像花過錢 我就說這個路海 真的 我當時那個路海那件事情 我很無聊 我每天晚上在微博上搜 不把粉絲當人看 就是因為很多粉絲就抱怨嘛 說我給你花了什麼錢 我給你花了什麼錢 你的這些都是我堆出來的 但是你這樣去傷害我的情感 你談戀愛你就不應該說怎麼樣 所以就是說我覺得 就是花過錢的 沒花過錢的 只是心態不一樣 它是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你的藝術作品 因為這些人大部分都是藝人 當然也有不是藝人的人設崩塌 那麼藝人中呢 他的作品 比如一部電影 你去看這個電影 是我買票的 那我可以任意的評判這個電影 簡單的評判就是值與不值 我這電影虧了 不值 我又不該看 然後我就發洩 說幾句 這事就過去了 第二個事呢 但是你現在這個人設深入到生活裡以後呢 他就把你的整個生活部分看成一個大電影 就你剛才說的消費官 行為藝術 對 你所有的一切我都認為你是在表演當中 那麼可能有傷害情感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呢 我又覺得這個我們不低估所有的網友 就是所有的社會的旁觀者 就是他看得出看不出是一回事 就是我看得出你是真是假是一回事 我能不能表達是另外一回事 道理很容易懂啊 你比如我失戀了 你來勸我 哎呀算了 這個事人生啊 這個那個 這個道理都懂 但你擋不住我痛苦啊 是 這個事情就出現了嗎 這些人 我想他也知道 年輕人 當然有些我也不是太理解 就過度的 過度的 包括 就我們生活中也有 就失戀以後非要跳樓的 跳河的 這我就不理解 你犯不上 對吧 那麼 從網友的這個角度上講 就他剛才說了啊 現在你剛才說的共謀的結果是利益 那如果每個人都有這樣的利益 那麼他就開始崩塌 對吧 他就覺得我給你花錢了 我天天的 就是什麼你一出書我就買 你一演電影我就看 你那歌我聽的 我自個都不想聽了 我還擲著聽 突然你變成這樣一個模樣 你跟 跟那個叫什麼什麼什麼的談戀愛 你還沒事告訴我 那就是傷害我了吧 對吧 現在就不能告訴 對吧 我寧願你瞞著我 就是跟這個夫妻關係一樣 你就別告訴我 對就很多老婆就是這種態度 要騙你就騙我一輩子 那我們的粉絲就這類粉絲是很少的一部分嗎 不可能是很多的一部分 我覺得是大部分 我覺得對尤其是現在當這個人設車 那他們內心太脆弱了 他們內心太脆弱了 我是覺得不能低估粉絲 因為我覺得說語言真的是貶值 語言很好玩 最近特別幾年 一方面高度的膨脹 什麼都叫災難 公關災難 其實有時候公關安排的 一點點的落差 有失守 然後記者叫香港 媒體說公關災難 什麼 然後崩潰 真的崩潰嗎 用去年那個男歌手 不是出了一些事嗎 跟女生 好像廣告上面是選失了兩個 可是其他廣告還保住 然後之後 他新歌一出來 點擊率什麼什麼 還是很高 所以我們假如不低估粉絲 他沒有那麼脆弱了 他消費期待 用我剛說的消費期待 我期待到消費的滿足 有落空了 有落差了 他罵一罵 罵了時候 甚至所謂的傷心 也是快感的 也是過癮的 罵罵罵罵 對你講的有道理 其實就是粉絲 也是各種各樣的類型 它也不是同一個動機 你比如說 我今天要學習這個社會 我長了很多見識 比方說 我過去馬爺 我以為偶像崇拜 或者粉一個人 這是某種宗教心理 是吧 就是說 我要崇拜一個神 他要高高在上 我以為總有這個需要吧 人有這個心理需要 後來我發現到了現代社會 真的是剛才方舟講的一樣 他不僅有供給策的改革 現在越來越是一個買方市場 需求策的 你知道那天我看見一派的粉絲 他們講的 您就沒想到 還有這種 他就是說 我粉一個偶像 實際是養一個寵物 養寵物心理 你比如說 你明白嗎 他們就說 他們粉 比如說他們粉一個人 我就覺得這個心理變化 太有意思了 他說 實際上這個明星啊 他首先在戲裡演了一個 所謂老幹部形象 什麼叫老幹部 這也是現在的一種人設 就是喜歡跟人講講人生 喜歡寫毛筆字 喜歡寫毛筆字 顯得自己那個很有水平 他說後來呢 有一天這個明星呢 也許在這個微博上露餡了 這個就 但是這個粉絲就說 即便到這個時候啊 我還是愛他 為什麼 他說 其實啊 我粉他 我就是把他當成一個 跌跌撞撞在成長中的一個人 我伴隨著他一起成長 我看著他有時候有點聲色 有時候也出點醜 但是我的心呢 寄托在他身上 一步步看著他成熟起來 可是他說從什麼時候 我就有點變了 就是我後來突然發現呢 他開始教育粉絲了 就是說 你們應該怎麼樣生活 你們應該怎麼樣招 你們應該怎麼怎麼招 他這個時候 我就有點脫粉了 就是說 你明白嗎 就是我 我粉你啊 是養成系的這種 對 是養成系 你看馬爺 這個呢 就說 我們這大歲數是誰養成的呢 對對對 就是 沒有 他不是 他不見得都是把你當神 對 而是說 我可能是一個 一個 逐漸看著一個養成一個伴侣啊 養成一個偶像 你的 分享你的成長過程 同時我也在成長 哎 你要真拿資格當神了 你要真拿資格當教授了 那反倒我的這個動機就消散了 對呀 就是現在我覺得這個消費力最強的 應該是所謂的媽媽粉 還是什麼粉 因為我是跟一個TFBOYS的一個成員護粉 然後哇 我就好得意啊 然後就寫在那個勿志名上 護粉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這個他的粉絲來跟我留言說 這個啊 我們家寶寶因為關注了你的微博 你能不能多發一些正能量的 然後多發一些怎麼樣 然後我們家寶寶要坐飛機了 然後你就是 什麼給他多穿點衣服 就不是給他多穿點衣服 就是這個你有渠道的話 讓他多穿點衣服什麼的 就是他是一個這種把他當成一個小孩來看 然後這樣慢慢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 但這個東西我覺得有一個危險啊 就剛剛馬大輝老師說 這個粉絲好像沒有那麼傻 他這個 他自己壞滅了之後 他還可以通過某種方式建立起來 但我覺得當這個人設 它變成一個需求端的時候 你就變成說 這個人人設崩塌了 這個老幹部人設崩塌了 我再粉下一個老幹部人設的 就是他會這種人設是層出不窮的 這個崩塌就崩塌了 這個偶像不再是一個說獨一性了 那方舟剛說的現象蠻好玩的 什麼什麼 那些你說媽媽裙子 媽媽粉 媽媽粉 阿姨粉 那我恍然大悟 因為我的微博一百多萬粉絲啊 有一半是笑女 那另外一半是笑女的媽 就看我那個寫了什麼 對 嘉賓的人設在香港就是屍奶殺手 不是 他們我不是 文壇梁朝肥是嗎 不是 現在是文壇吳孟達 我從金城武變成北野武的路 很漫長 你知道嗎 然後收回來說 他們不是粉我 他們是監控我怎麼樣 跟他們的女兒講話 你知道嗎 所以他從群女粉絲的媽媽 那粉絲都是雙粉的 沒有 雙粉 對 那監控力很大 我稍微寫句不正經的 然後媽媽粉就吸信我了 馬爺你知道嗎 也有好多女士就是粉馬爺 經常碰見我說 哎呀 能不能接受我跟馬爺認識 我是她的粉啊 馬爺他對這個成年女性 他那個幾眉睹眼 真的有一點 真的有一點 不是 剛才說我在想 我在想我的粉 什麼人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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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還真沒有一個群落 就說是學生啊 還是中年人 還是老年人 麻粉 對 就是我 就是我這個 嗯 你有你有女友粉嗎 沒有沒有沒有 什麼叫女友粉 女友 我有老友粉 不是不是 比如說就是媽媽粉 就是我把我自己帶入到媽媽的角色 阿姨粉我把自己帶入到阿姨的角色 女友粉 就是我把自己帶入到女友的角色 不是不是 就是 你是哪一群組織 對啊 就是他們是 他們有組織嗎 他們有組織嗎 對 他們的頭是誰 你比如說媽媽粉 他應該是有這樣一個族群 是吧 他們之間的 就媽媽粉就是你多穿件衣服 女友粉就是你少穿件衣服 就這麼壞 對你的態度是不一樣的 我這個不太 我比較遲鈍 就是有時候網上有人留言幹什麼 我有時候如果太現代的話 我可能聽不懂 就剛才他說什麼加件衣服 我就沒聽懂 什麼叫加件衣服 媽媽粉就是說 哎呀你動著啊 穿件衣服 多穿件衣服 是媽媽的心態嘛 女友粉就是你穿少一點啊 露點肉啊什麼的 就是粉不同的 把自己帶入到不同的角色裡面 那我明白了 我這裡這種都有 都有 這種都有 都有 比如我 你肯定是媽媽粉 每天穿這麼多 你比如呢 這個我這個腳崴了 哎 腳崴了一下子呢 我呢 無聊嘛 腳一崴就在床上來著啊 我覺得那兩天我就比較這個 喜歡跟微博互動 然後我就把我這 我這腳一崴好幾百萬人都知道了 然後問候的會很多 那這都屬於那種媽媽粉 是吧 然後每個問候我 我跟你揉揉 我敬客 有個別人怎麼說 哈哈哈哈 但是你說這 說這話都不都不真心 你說這哥哥 他怎麼能給我揉揉 那麼 那麼這個這個心理其實是 從心理上講啊 我們這次換過來了 我不站在粉絲那邊 站在自己那邊 是吧 我覺得有時候他會很溫暖 就是因為你跟這人根本不認得 你也不知道這人究竟在哪 他的什麼情況你都不知道 但是他會有一句真摯的問候 我們生活中其實 有時候他的溫暖和感動 都是來自於無端的 你比如說我有時候人家發一個視頻 我看他搶救動物 我就特別感動 我覺得這種事如果我在 我也會努力的去做 去搶救 我在看那個北歐國家 有一個那個迅路掉在冰窟窿裡 所有人都是撲過去 因為他出不來了嘛 把冰凿開 怎麼把它一個一個拽上來 然後呢 按理說這事離我們好像遠的不能再遠了 但是我依然會受感動 我們今天被社會感動的很多人 很多時候並不是你最親近的人 而是那些你素未平生的人 素未平生的這部分人的 很多不經意的行為 這是一句問候 你比如我身邊的人問候我 那我覺得都該問候 因為我腳確實崴得很重 每個人都見我都問我 好點沒有什麼的 但是那些跟我沒關係的人問候一句呢 那麼你這種社會的溫暖呢 不是每個人都能獲得的 而且馬尼也要注意一點 您說的就是這個社會啊 還是群落化 對 我站在這頭 剛才我們一直在談這個粉絲的這個情況 我站在這頭 我確實很願意給每個人回覆一聲謝謝 但是就確實回覆不來了到最後 沒有馬尼我說我的經驗是說 不僅賣方有人設粉絲也有啊 比方說有時候也受傷 也有媽媽粉一堆啊 你也有哪受傷 你一直在還跟著拼啊 加衣服什麼這個那個 那而且呢那些好像都是笑女 然後我說很年輕貌美 對 笑 對 笑 笑女 湖北人的普通話太差了 對 然後呢我進去搜一下看一下 原來是媽媽 或是說七八十歲老太太 他們也有人設啊 因為粉絲嘛 他用那個網路 還有社交平台的操作 他自己過著另外一個生活 那你不小心呢 以為你在跟一個 一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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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來替你按腳 原來敲門叮咚 開門是一個大媽 你知道嗎 你知道粉絲也有人設 我們也要尊重了粉絲的人設 對不對 其實我就感覺啊 就是說是這個 雖然不斷的有新詞啊 但是都是人類的老問題 就是說你比如說 我們看很多比如說世界名著 我們會看到有一種人格 就過去我們很敬仰的一種人 就是所謂很孤絕的人 就是這個人呢 就可以孤立於世界之上 你比如我舉個例子來講 愛因斯坦 就愛因斯坦甚至都到了那種程度 就他老婆都沒法弄 就是他 他必須得每天有一段時間呢 誰都不能騷擾他 我得自個呆著 甚至於說這個假期 我到一個湖上 到一個船上過 老有人在身邊超過 可能超過幾個鐘頭 他就受不了 就是所謂一種特別獨立的人 後來我慢慢明白到 像這樣的人呢 實際是極少數 因為我跟愛因斯坦很像 很像嗎 對 但是這往往是極少數 就真的就是說 獨立之人格 自由之思想 那我沒辦法复杂 不需要別人的這個關注 對不需要別人的合作 就是說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 你比如說莊子 對吧 但是呢我就是說呢 大部分人 實際人類還是個群體 當然 當然 就需要找組織 對 這個組織啊 你像咱們年輕的時候 那是真的有組織 就是 但是今天的這個互聯網社會啊 你發現沒有 它自組織 就是不同興趣的 不同愛好的 它這個裡邊啊 互相取暖 我有時候經常感覺到 而且呢你看 就像跟平行宇宙一樣 你比如說陸晗的粉 它是一個世界 對 另外的誰的粉 它又是一個世界 在這個世界其實你去看啊 現實世界裡的一切 在這個世界裡也都有 你比如說有這個脾氣暴躁的粉絲 有這個罵髒話的粉絲 但也有那種行俠仗義的粉絲 也有那種啊 理性正義的 非常干嘛的粉絲 就是其實你在這裡邊看到的是 各種各樣的人 而且你會發現 真的是這個自組織啊 你比如過去他們講 就像你講的去年 說有個男偶像 出了點什麼這個這個事 對吧 過去呢 講危機公關嘛 都是經紀人的事 公司的事 現在粉絲自己維護 現在就一個粉絲 他自己跟給自己粉的這個偶像 進行危機公關 能夠達到啊 嘩一下子就跟帖幾百萬 就是說他好話 對吧 大家具體細節 我鬧不清這技術 就是這個微博發什麼 那個微博發什麼 給他消除影響 給他申辨 給他怎麼樣 他要那個影響消除 像是為了一個自己的追求 自己的信仰 而奮鬥的這種 嗯 這種感覺 遇到危機了 我們我們遇到危機了 那那怎麼辦 我們要把它扭轉過來 那請這個偶像 小新這種非常激烈的粉絲 那水輪在洲也能翻船 就他會反噬的嘛 就是你經營的這個人設 你收了這個 在這個人設之下 收了多少好處 多少人 他因為這個喜歡你 聽你花錢 然後你有一天 就是要接受 同樣東西的反噬 就他一定會反噬過來 那當然 我們別忘記啊 這種情況的經典例子 是John Lennon 被蒼殺 約翰列宗 約翰列宗 你變了 他就是人設崩潰 他那個小胖子是怎麼殺他 那小胖子是什麼 什麼粉絲啊 他是那個 麥田女的守望者 那小說 就覺得自己被誤解 就等於是說 年輕人嘛 人生失敗組的人 很委屈什麼什麼 可是呢 他很粉 John Lennon 一直粉 那直到哪一天 他突然決定要殺他呢 就是人設崩潰 他看到一個 好像New York 什麼樣的雜誌 雜誌 訪問他 然後居然說他 原來John Lennon 什麼 在美國西岸 有個別墅 然後在New York 什麼 長島 又有一個幾百萬的別墅 還有一艘遊艇 然後還經常帶著老婆 女朋友到處飛 他說 我一直聽你的歌 你的歌詞裡面不是說 Please 拋開一切 放開歸零 這個嗎 他是說人設崩潰 然後他之後從那個小說 麥田女的守望者 抓住最重要的關鍵字 封你 就虛偽 假貨 然後他就拿著一本書 拿著一把倉 就去殺他了 殺完抓去法院告他 他說我不用說什麼 我所有要說的事情 就在書裡面 麥田女的守望者 我要John Lennon 怎麼可以是有遊艇的人呢 怎麼可以是有別墅的人呢 他不是教我歸零嗎 所以這個就是最極端的人設崩潰的 出現的情況 所以馬爺小心 我很理解他這個事 就是我們首先 我們是因為有這種互動型的網路 我就在想 我們自己是不是在改變 就是被粉絲們在改變著自己 我現在特別學會 包括你 你是最典型的 就是討好 討好 討好性人格 對 討好 我本來是一個不討好的人 就我不大會 就是我就是這樣 你喜歡不喜歡 都是這樣 但我現在覺得我會討好 就是我為什麼要討好呢 我是覺得他們很不容易 來問我一句話 我盡可能的有機會去回答他們 他剛才講的那個 對我都是很有啟發的 就是個什麼媽媽粉 什麼 還有那個 女友粉 脫一件衣服叫女友粉 女友還是 加一件衣服叫媽媽粉 脫一件衣服叫女友粉 女友粉 這個我覺得女友粉還是很貼心的 但是我沒有這個機會了 我是男人假裝的 真的 我看太多了 這個女的 你不能把我們內心的 有可能的 當然有可能 她這個說法就是一個問題 就是她突然說我說 我這個最貼心的女友 人是一個男的 都是假裝的 這個不一定是 崩潰就崩潰 這個是少數 其實呢 我覺得咱們 咱們這麼說吧 就是這個 現在咱們進入 我覺得是一個前所未有的 就是界線混淆的時代 比現在對這個事呢 就是 就說良心話 可能我老了 我覺得 我就是 不是 我覺得我對這個事想法 沒有什麼難的 就很簡單 就是說什麼呢 君子之交淡如水 高山流水有之音 但是你看 我不能不受到今天這個社會的影響 當我說這個話的時候 我坦白說我都會 我都會擔心 我說我要不要講這個話 我要講這個話 會不會有些 我的觀眾和粉絲一生 你看你這人怎麼這麼冷漠 那我以後不看你節目了 我會有這種擔心呢 我真的就會 因為這個 但是實際上 在咱們是年輕的時候啊 一切本來對我們來說很簡單 對吧 您呢 就是靠您的作品嘛 您演好了戲 我們就買您的票 就說你演戲演得好 生活裡你是誰 跟我沒關係 對吧 但是呢 你要學習新到來的這個世界 就是你會發現呢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已經從戲裡啊 到了戲外了 甚至我都覺得 我都沒有什麼資格去評價 這叫好還叫不好 也許一種新的生活方式 你比如說很多人啊 就說他對於這個偶像的這種需要 你像馬爺剛才講的 我同意您剛才講 一點心理需要啊 我甚至就覺得有點像談戀愛 嗯 叫你情我願 但是呢 他又沒簽合約 你比如說這事兒 要是像法治社會 咱說哎 咱陸晗簽一合同 我絕對不能談戀愛 這也行了 但你掙我錢呢 關鍵是 如果是純談戀愛 也無所謂 但你掙我錢呢 我覺得這裡面 就涉及到一個 我必須把我這個角色扮演好 可是你知道嗎 這就像是玩曖昧 這就像玩曖昧 就是說哎 我穿個高領毛衣 是顯得挺近欲 可是你也沒說 我也沒說過 我不找女朋友啊 你明白嗎 但是呢 你又不能不承認 就是我作為他的某些粉絲 我也可以說 你們娛樂工業 都是一幫揣著明白裝糊塗的騙子 你知道嗎 你是沒明說 可是你比如說 你當年香港 有些叫育女 咱們站在育女那邊 也替她委屈 她確實沒在哪親口說過 我不會跟男朋友 怎麼怎麼樣 可是呢 她演的角色 她出現的那個樣子 她從來 就確實給我們這個幻覺 好像你就不該 你就不該有這些事 那你說這玩兒 是不是有點像 談戀愛到最後 不好了之後那個抱怨 你當初怎麼怎麼著 你就讓我有這個理解 那那人說 我當初也不是這意思啊 可是 在喜歡她的時候 你看 你既然喜歡我這樣啊 那我就往這樣演一演 對吧 你也這樣高興 倆人就特別好 但畢竟是演的 有一天我要現原型的呢 這對小情侶就往往鬧掰了